台湾人真的很喜欢买保险 爱买保险到底应该注意什么 才能保障自己 那除去险在前几年 大概就是比较流行 长天期的产品 十年二十年期 不过呢 因为其实很多除去险 它是会牵涉到 外汇的一个变化 就是有美元保单 台币保单 甚至人民币计价的一个保单 那简单来说 因为会牵涉到汇率的一个变化 所以呢 通常我们会建议大家 如果你要买除去险的话 你一定要用的是闲钱 它会有几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 如果你要中途解约的话 你非常不划算 每一家保险公司的规定不太一样 有些保险公司是规定 你中途解约 你要付5%的违约金 有的要付10% 有的要付到15% 其实15%费率算是 蛮惊人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刚才会不停强调 就是如果我们要买除去险 你就是要用闲钱 那特别是你又是买十年期 或二十年期的话 那万一你有急用 你就不会想要临时解约 那第二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比较有趣 这个叫IRR 我们不要管它是什么学术名词 就是如果你今天 你的保险金也告诉你说 那个五哥 这个保单 宣告率率是4% 4%现在定存率率才1% 你会不会觉得很心动 尤其如果五哥 它是大额存款 现在才0.1% 大额存款 一年的定存率率是0.1% 因为你超有钱嘛 你在银行的钱不止300万嘛 对不对 那所以呢 你就试用大额存款率率是0.1% 一个0.1% 一个宣告率率4% 你要买哪一个 那它是买你的这个4% 对 可是那是宣告率率嘛 宣告率率不见得呢 一定你每一年都可以领到4% 因为你要扣掉你的 原事作业的一个成本 管理的一个成本 还有呢 汇率的一个变化 因为呢 刚刚布婷有强调嘛 就是汇率的变化会影响到 你保险公司的一个投资效益 还有汇损的一个问题 所以简单来说 观众朋友 你只要记住这件事情 你回去 你买了储蓄险之后 你可以回去问你的保险经纪人 请问一下你们内部经过计算之后 IRR内部报酬率大概是多少 它通常就会告诉你实话了 是2% 3% 甚至是1.5% 所以燕利的重点 其实就是在很多保险经纪理财专员 在谈的时候 他们有很多的话数 大家一定要仔细听 当然我们可以追根这里去了解 其实我们真正的投报率 可能会落在什么样的区间 第三个其实就是刚刚已经有提到的 我们买保单 保单产品真的很多 先满足你个人最迫切 最需要的产品为优贤